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息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主要聊一聊 面对纷纷扰扰 我们再看一下 明代永乐时期的青花云龙文天秋瓶 那么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纷纷扰扰 很多人呢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也做了视频给大家进行了对比 当然了也这个拍卖公司的员工也说了 说如果按照我这样做对比的话 那么所谓小学生也成为专家了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在文博系统当中 拿这个存饰的标准器和出土的瓷片标本 做对比这个是就是最正常不过的 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咱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这个明代的永乐时期的青花云龙文天秋瓶 咱先说一下这个天秋瓶本身呢 这个气形它是来自于阿拉伯 永乐时期呢 由于咱们中原文化和阿拉伯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的不断的加深 和这个有更多的阿拉伯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文化因素就传入到了中原 也因此呢对于咱们中原的这种汉文化呢 起到了一个相互的这种交流的作用 那在瓷器特别是官瑶瓷器的制作上 体现的比较明显 比方说有很多的这个气形就源自于阿拉伯的这种气形 阿拉伯的一些金银铜器啊 都直接影响到了咱们这个永乐时期的官瑶瓷器 那除了这个天秋瓶之外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双尔鲍月瓶啊 还有这个蝙蝠啊 等等都是属于受这个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永乐时期的青花瓷 它在继承了原青花的基础上 更把这个青花瓷的制造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 永乐时期的青花瓷呢 就能够了解到 那我们今天特别的把这一件天秋瓶啊 重新展示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呢 来充分的了解 所谓的从气形上啊 从胎用上 从青花的发色上 从文式布局以及绘画 最后呢 到它的这个圈足 以及款制方面啊 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展示 我们通过这种小的这个图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气形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局部啊 它的一些特征 我们看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天秋瓶的这个颈部啊和口颜 它的口颜呢 这个修的是非常的圆润啊 而且呢 我们在这里头也能看得出来它的这个用啊 白中泛青啊 这是属于青白用啊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这种青花 这种青料 它的运散 它的这个流淌啊 还有一些铁锈斑啊 这些铁锈斑都沉着的 而且呢 大家看这种流淌 也是极其自然的啊 那么为什么说有的东西看出来是不自然 是它后期人为的这种加上 或者是加后所形成的 那么和它本身啊 这种原来的青料的使用就极为对比起来 极为不自然 那么真正的啊 这一件啊 永乐时期的这种青青花的这个鱼龙闻天球瓶 大家看 它的这个流淌啊 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还有一点啊 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青花的发色 它呢 是非常的这个浓郁啊 而且呢 它并不是那么的艳丽啊 它是这种啊 所谓我们看啊 就是在蓝中有那么一点点闪着脆啊 看我们看细节的部分 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啊 大家看 而且它的这种铁锈斑啊 特别的明显 而且铁锈斑呢 会随着它的笔触啊 而产生 那么并不是说啊 这个 你可以看那些不自然的铁锈斑 你会觉得吧 它跟它的笔触没有关系 而且它经常是出现 断断续续的那种感觉啊 你只有经过对比呢 看这些真正道代的东西呢 才能看得出来 你包括它在绘画上啊 无论是画的这个林之文啊 还是画的这个龙文 龙的肘毛啊 龙的肘毛 特别是这一部分啊 我们看和龙鳞的这种重叠的部分啊 它的这种立体感能展现出来 而且在龙鳞的绘画上 龙身啊 它的这种整个的龙 在空中的这种扭动 舞动 你能感受得到 它是这种是一种动态的 是一种立体的啊 而且呢 我们看它的这个龙爪 画的是非常的有力的啊 非常的尖锐啊 有一点点啊 像镰刀一样啊 非常的漂亮啊 是说明它非常的这个尖锐啊 它要去这个啊 我们看这个龙爪啊 这个部位的也是画的非常好 这林之文啊 我们看啊 用这个小笔啊 画完了以后 里边再进行了一个所谓的涂抹啊 它并不是一个蕴染啊 它只是个涂抹啊 然后呢 这个龙的头发上的一个毛发啊 都是非常的漂亮画的 那我们再看啊 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鱼 它的鱼呢 是清白鱼 和这个特别的这 怎么讲 它的鱼呢 特别肥润啊 看上去啊 没有那些所谓的 现在的防品 那种所谓的贼光啊 特别的深沉 再看呢 我们再把这个龙头的部分仔细放大了 给大家展示啊 我们看它的龙脚画的啊 这种灵动性啊 而且这个龙脚和龙毛发之间的这个啊 所谓的这种叠加的关系也画的非常的好啊 龙睛啊 并不是一个小点啊 一会我把它放大了 大家看啊 龙的这个鼻子啊 牙齿 龙蛇 大家看啊 它的这个龙睛的这两个点啊 典型的这个 这个苏玛利清料里边的这个铁锈斑 沉着非常明显 而且呢 所谓的这个龙的这个眉毛啊 大家放大了看啊 就不是说的又有两个眼睛一样了 它画出来啊 因为为什么现在防品在这个地方如先容易出现问题 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种真正到来的东西的放大的 特别是局部放大的这些个图片 所以呢 他不能够把它画的非常好啊 我们看刚才提到了龙脚啊 龙脚这里头 他起笔啊 顿笔 然后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铁锈斑的沉着啊 大家看是非常自然的 那么我们最后一点呢 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圈足和款制 那咱先说一下这个款制的问题啊 呃 永乐时期的这个清花词的款制啊 呃 目前啊 咱就说目前所发现的呃 存世的这些所有的永乐时期的啊 清花词除了鸭首碑啊 在背内心啊 有这个四字的转书款之外 其他所有的清花词啊 都没有款制啊 那如果有一个东西出现了有款制 那一定是后仿的啊 特别是现代的很多仿品和易造品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呃 底足啊 他是沙底啊 细沙底 而且呢 他这个足呢 微微的向里边熬了一些啊 大家看得出来吧 微微向里边熬了一些 而且呢 他进强足的部位啊 并没有啊 有用水啊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并没有用水啊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呢 他由于当时还是用的是这个麻仓土 麻仓土呢 就是你看上去他比较粗 但是实际上摸上去非常的细啊 就所谓形容有婴儿的屁股 那个感觉一样非常的光滑细腻 这是他的特征 那么如果啊 这个出现了 不应该出现的有低幼的情况了 甚至有所谓的啊 有骨康的那种啊 垫饼的那种的情况 那一定是啊 易造品或者现代防品的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